地震造成生命及财务损失 幸存者仍需面对漫长的重建之路 面对地震威胁 政府推动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 只要投保住宅火险 皆涵盖地震基本保险 住宅地震基本保险 保额最高150万元 不分区单一费率年交保费仅1350元 但基本保险仅限全损财理赔 而且60%赔款需优先给付房贷银行 另外像是屋内装潢、洞产或房屋军裂 一概不赔 受灾保护实际能获得的赔偿还是有限 有禅贤业者如富邦禅贤 推出美满一家专案 除原有保障之外 如装潢毁损 家电衰落轻微损失也能赔 另外是严重性提供轻利费用 甚至补贴每日3000元的住宿费 星光禅贤则提供四项地震相关保险 其中以扩大地震贤保障最完整 评估保险金额除参考建筑造价表换算外 可佳计装修、洞产 不论是粮柱、墙壁军裂、家电回损等 皆可申请理赔 不受150万元赔偿限制 以台北市五层楼住宅为例 如保险金额300万元 年交保费约近8000元 投保时最好留意 保额、城堡范围是否符合需求 避免实际理赔和预期想象裸查过大